我就再讲一下这个剧为什么重要呢 它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上 西方的伦理学史上 政治学史上 它的作用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在古希腊的雅典 它的公民有一个义务 就是你是公民的话 你必须得参加 这个戏剧的演出 每一年在纪念九神的 这个节日里 每一年有一个 就像我们修士顿 现在有一个莎士比亚节 正在进行之中 那么呢 在希腊雅典的城邦 它的 公民呢 只是人口的十分之一 那么在斯巴达 那就更少了 基本上这个金字塔结构里 十分之一的男性 公民 有教养 有财产 在这个国家 有自己的股份的 他是公民 掌握参政的这个权利 而且必须得 履行这个义务 那么其中的一个义务 就是每年这个节日的时候 你必须得 看这个悲剧和喜剧 悲剧 就是什么呢 探讨一下 人生的这个悲剧 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悲剧 这个过程当中 思考一些非常艰深的一些问题 这个艰深的问题 其实我隔壁的儿子 他是说什么不感兴趣 因为跟生活没有直接关系 他是一个存理科生了 正在做什么 水污染的研究 进行了一下天 他认为这些直接跟国际民生 没有关系的事 他不感兴趣 所以说我刚才劝了一会儿 不听他老爸的废话 那么我在这里再一些感谢 所有的参加的这个朋友们 用你这么好的时间 周末呀 周末的时间 听老哈在这胡说 那么我突然想到了 刚才看这个戏的时候 有几种感想 我们为什么学这个人文 学这个人文这个事情呢 简直就是一个最没有用的学问 不能给你赚任何钱 对国际民生啊 对给你的 这个饭票 这个饭票这件事 没有任何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就是我们道家所说的 无用之用 真是一个没有用的学问 没有用的学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像古希腊似的 实际上只有在人口的 很少的一部分人里边 他才有这个意愿 去思考这些 去思考这些 没有用的事 思考这些 人的 行而上的 这些道理 所谓的 行而下者 为之弃 行而上者 为之道 那么道呢 无所不在 这看少 掏出我们人生 所必需品的 这些 一些道理 那么刚才呢 可能是由于一些机缘 只有一个朋友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提醒我 先放一些视频 那不仅是对这个戏剧的 一个简介 而且呢 我就把这个 我所能找到的 这个剧场里表演最好的 给朋友们放了一下 然后呢 我本来就想停下来 10分钟停下来 但是就沉浸进去了 我给大家表述一下 我刚才看这两段的时候的一个感觉 第一个开始的时候 两姐妹 安提格涅是我们的主角 约了她的妹妹 两个人谈 现在这个国家 我们家 我们国 正在出什么事呢 最新的新闻是什么 最新的新闻 是我们两姐妹的两兄弟 在城外的时候 互相决斗 屠杀 在边野上 死掉了 再往回走一点 我们的爸爸和妈妈是谁呢 我们的爸爸 娶了他自己的妈妈 杀父 娶母 乱伦的结果 产生了这个一对兄弟 一对姐妹 这个家族啊 他整个的血缘啊 被神所诅咒了 被神所诅咒了 也就是说 奥地普斯王 他自己和他所有的子孙 都要受到这个命运的诅咒 那他们就是带来原罪的 带来原罪的结果 本来这个国家是充满着动荡 内战 政治的不平静 老百姓也过不了好日子 由于他们政治的不稳定 城门失火 相及驰鱼 他们自己一个家族的这些破烂事 影响了整个的老百姓 影响了 比如说代表这些社会丧城的 这个唱诗班 这里边 他们代表的是长老 那么这两个兄弟在城外 一个是作为国王保家卫国 另外一个兄弟 本来应该当国王了 他哥哥不让他当国王 因为按照约定 是他们两个一人当政一年 哥哥当了一年了 当得很高兴 当国王很舒服 当国王很舒服 谁都听我的 那么到年底了 按照这个规定 我言出计法的话 弟弟回来了 要当国王 算了 你别干了 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 他把他弟弟excel了 你可以到国外去混 出国 刘洋 出国刘洋 那么弟弟 弟弟也是个英雄人物 代表他们皇家血统 这是不干了 出去找了另英雄 七英雄围攻自己的国家 我刚才想了一下 这比汪精卫还不如 就是带了国家的 到国外 招外兵 请了六大英雄 都是古希腊的那些英雄人物 围攻自己国家的这个城邦 自己这个国家七个城门 他带着自己的雇佣军 围攻自己的国家 连年战乱 最后两兄弟看不过去了 咱们干脆单身决斗吧 双双死在国外 这国家怎么办 所以说刚才我们看了第二集 他们两个都死了之后 他们的舅舅 他们的舅舅这关系很乱啊 实际上是 这个 伊地普斯国王的 王后 也是他的妈妈的兄弟 曾经在这个动乱当中 也当过一届国王 一直等到 有真正的国王血统了 他马上让位 他说我只是摄政 一旦这个王室血统的人 继承了正统的国王 我马上退位 我绝对没有任何政治远心 但是现在国家破乱到这种程度 没有别人办这个破火 我来 但是我来了之后 第一件事是 建立自己作为国王的威信 建立自己作为国王的威信 干什么呢 那么你看这两个兄弟啊 都是我的什么关系呢 外甥吧 两个外甥 都死在荒郊野地 城外的荒郊野地 但是其中的一个 是保家卫国死的 我要把他以军力 来回来埋葬 那另外一个家伙 也是我这个外甥 你看这个熊野 自己在国家里边 受到了一点点不公同的对待 去把外边的外族的军队带过来了之后 屠杀自己的人民 焚烧自己的这个城市 焚毁自己的神殿 那么这种人 天神共怒的人 把他扔在藤邦的郊外 任野狗 和苍蝇 吞噬他的尸体 那么整个的这个 唱诗班 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长老 政治参与者 对他的政策是一个赞颂的 哎呀 好不容易现在出了一个国 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做一个安定的生活 你言出法随 我们要搞一个政治的安定 这个时候安德格尼出来了 我们的主人 女主人公出来了 他见了自己的妹妹说 你看看 这是现在的这种情况 但是 我这个弟弟 我这个兄弟 虽然死了 他虽然死的时候 是违反了国家的这个法律 但是人的死亡 以后 是比我们生命还长的 那么宙斯的法律 我们的良心 告诉我 他是我们家族的一员 他死了之后 我们要给他安葬 按照我们希腊的传统 把土 一点点的土 洒到他的身上 进行了一个 安葬的仪式 这样来说呢 他的灵魂 可以进到下界 可以有一个平安 他的妹妹跟他说什么 啊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不能跟你 这个冒作奸 犯科的事情 你没听说国王 刚刚已经下了法令了吗 任何人 给这个国家的 叛徒 国家的罪犯 进行安葬的人 是死刑 我们家族 可就剩我们这一个人了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你要再死了之后 就剩我一个了 多么孤单孤独啊 我不去做 你也不要去做 这个两个姐妹 炒起来了 好 下期